现在进入我们新闻龙卷风的最近报 今天最近报的时刻 仍然是针对的焦点 就在国内现在政坛上最大咖的事情 但是到了11点钟 我们新闻龙卷风将会独家的专访李敖大师 李敖大师会告诉大家 他的见解跟他对于国家 还有台湾未来的想法 可是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来精辟的分析一下 马英九这个人了 马英九他当上了总统 许许多多的人帮助他 可是他当上总统之后 他真的有对这些帮助的人 受予感恩之心吗 还是说帮助他的人 等他上了大位之后一一出去呢 马英九的作风 他现在树敌还真不少 所以立冈你就不太了解 什么叫帝王之术 我们先来讲 讲到帝王 昨天连声闻不就讲了吗 大明皇朝 大明皇朝暗指什么 指的就是特征主 你就是东厂的锦衣卫啊 你就是名城主成立的东厂 对不对 好啦 那既然你发动了东厂 以监听的方法呢 得到了这些官说的内幕 那到底为什么马英九要这么做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派出锦衣卫来个杀鸡锦喉 谁叫你王金平不听话 谁叫你王金平似乎在暗地里风起云涌的 想要架抠我这个马英九总统也好 马英九主席也好 所以此时不杀更代何时啊 大家要知道 我先讲什么叫做风起云涌 2014年是不是要选举县市长 是不是有七合一选举啊 是 对不对 可是各位 县市长的人选应该由谁决定 当然是要由党中央要由党主席来决定不是吗 对啊 可是现在不要说双北市都搞不定了啦 我跟各位讲 你如果连双北市都搞不定 你地方其他的那些派系的斗争也好 地方势力 这已经俨然形成了地方包围中央 你当我马英九是汉县地啊 等一下你的意思亦有所指 你的意思就是说是黄金平 他在地方上面动手脚吗 你的亦有所指的就是指说 今天从中作梗的就是 王金平等这一干 国民党这些元老级人物吗 我不敢这么说 但我可以告诉你 地方势力 马英九拼得过王金平吗 这样子说 有没有比你来得更有弦外之音呢 没错 拼不过 那我再问 你当我马英九是汉县地吗 你们都是朝批啊 你们全部都要上来逼宫吗 这个时候你逼得我怎么办呢 我就只好反将一局 先发自人 好 你一开始讲到四大家族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啊 因为这让我想到 蒋中正的时期 当时呢 扶植他的帮助他的 有上海的四大家族 他们都是兄弟呢 有杜月笙 有余恰清 有张孝林 有黄金融 但是这四位的下场 我就说杜月清好了 杜月笙好了 大家族里面好像很多是黑道 对啊 我就说杜月笙 他后来什么 他后来被人家讲成是尿虎耶 用完就丢还又臭又脏 这标准的就是什么 过河猜桥 这叫帝王之术嘛 昨天我不才跟你讲吗 你的义友所指就是说 马英九就是这个帝王之术 用尽的方法 把人用完之后就丢弃吗 我只是告诉你什么叫帝王之术 你要这样解读 也是可以啦 但我要讲 昨天我不就告诉立冈你了吗 刘邦得天下之后 第一个拔掉的是谁 韩信 对啊 这叫过河猜桥 这些人都被过河猜桥了 四大家族观众朋友看到了 纳建谷之鸡 现在也有现代的四大家族 这不是什么京城市场 这叫政坛四大家族 联赞吴伯雄 好龙斌 朱立伦 请问他们的这些亲朋好友 联赞的爸爸 联赞的爷爷 吴伯雄的爸爸 好龙斌的爸爸 朱立伦的岳父 等等是不是都是 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 但里面没有王金平 四大家族没有王金平 但请问他们跟王金平 好不好 是不是 关系还不错 那既然跟他很好 王金平又是号称一个 没有敌人的院长 请问 我刚刚讲了 在2014年的这个布局里头 他有没有什么事 让这四大家族 可以反江马191军的 有 有吗 就是要在全代会上 他们打算在 当然这是个爆料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9月29号 直接政变 起义 你知道他要起义什么 政变什么吗 什么方式起义 在全代位上突然就要冒出一句 马主席 你要为2014年七合一选举 县市长选举负起全责 如果到时候选不好 你就必须要交出党权 谁接替他 谁接替他 就是刚刚立冈你的疑惑 说这里头没有王金平 王金平跟他们很好 你的意思说是王金平吗 王金平又是个八面人龙 当然八面玲珑 当然 你意思说没有敌人的王金平吗 就把王金平顶上去 马主席你下 王金平他上 那王金平就变党主席了 王金平一旦变成党主席 当然你会觉得 马英九就一定会 会立刻倒霉吗 不会 但马英九的思绪 已经看到了2016年 因为一旦我不是党主席了 那我问你 2016年总统大选的布局 难道还能掌握在 马英九的手上吗 不可能 那总统人选 自然就不是他想要的人选 是 他担不担心 到时候他下台之后 马家军全部瓦解 也被人清算呢 所以他的心事 金普聪知道了 金普聪呢 也在这一次的 倒亡事件当中呢 有多所琢磨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就是怕马家军到时候反被清算 再也是 我讲个例子 你记不记得 王金平不肯动用警察局 因为他觉得 该中立就应该中立 跟民意党该交通就要沟通 所以他不用警察局 但是在马英九的眼中 他认为 王金平 你这样子是烂好人吗 你是在挑战我 你在challenge me 所以最后 马王的斗争 血淋淋的摊在 全国观众朋友的眼中 为什么会这么的透明 就是不惜让这些丑陋的司法监听 即使扑光 我也要让王倒台 因为我不让你现在倒台 就是我倒台了 马英九 现在的作为 你有没有想到以前的李登辉 李登辉看到了宋楚瑜 逐渐要冒起来的时候 他觉得宋楚瑜可能会取代他的位置 不惜任何手法 一定要把宋楚瑜给铲除掉 而现在的马英九 是否也看到的是 王金平即将扶上台面之时 我非得把你王金平铲除掉 否则以后 我可真的是后患无穷呢 可是他对那四大家族敢动手吗 那四大家族 现在还是屹立不摇 马英九 他能动到那四大家族 既然动不到 我先动谁 我就先动那王金平了 有话 今天又到了立法院去走了一趟 听到了些什么 现在就来告诉大家吧 我们必须想 四大家族 他的例子就如同邦免 在元朝统治时代 大家吃月饼的时候 然后纸条里面 杀鸭子 应该是九月九 或者八月中秋 杀鸭子 那时候就想要造反了 那个时候就想要造反 但是 马英九为什么第一个向王金平开刀 你们都忽略了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实 什么事 就是四大家族之间的纽带 关系是靠王金平来维持 你是说是四他家族之间的平衡 跟包含四他家族的笼络 全部中间的联系人就是王金平 就是王金平 因为各位晓得 王金平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副主席 在连战连先生任内的时候 整个国民党的经费动用 还有对于资源的分配 都掌握在王金平的手上 这个就是马英九为什么那个时候 他还要看王金平脸色的原因 好 他如果不除掉王金平 那请问连战吴伯雄 还有其他家族的势力 我们看看 都团结在王金平的周遭的时候 你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现在先来看马英九这张照片 经典的画面 这经典画面两类 他两类在选党主席的时候 掉了两次 在党主席以后砸王金平 他又掉了两次 所以他是四滴眼泪的故事 四滴眼泪配合四大家族 这里面的恩怨纠葛 真的是很好玩 他在选党主席 为什么他要掉泪 他为什么在选党主席的过程当中 他要帮朱立仁倒开水 他要帮朱立仁服椅子 他还要看到朱立仁他非常的感动 我们再来看看 那他为什么要批评 马英九是大明王朝 他讲马英九是大明王朝 就是民事中嘉庆皇帝对海瑞罢关的故事 这个都牵扯到了王金平 我们来看看 我们先来看朱立仁的乐仗 他讲的这句话 这不是很笨吗 笨就是无能 他是骂谁 等一下他在骂谁 骂马英九 他骂马英九笨就是无能 越容易引起民怨的事情越想做 你是说马英九会越想做民怨的事情 他越想做 对 他的思维怎么跟一般人不一样 所以高玉仁骂他笨 当高玉仁骂完笨 让马英九有三个 马上就有三个联想 第一个 你们是不是已经串联好了 第二个 他的权力的焦虑感 第三个 他权力的不安感 所以就促成了 我要把这四大家族 完全掌握在手上 我就要把他们之间的纽带 王金平一刀 我就要牵下去 但是高玉仁是资深的国民党党员 他居然这样子骂他的党主席 但是问题是 各位看看高玉仁跟王金平是什么关系 那看王金平跟连战是什么关系 再看看王金平跟郝龙斌是什么关系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 王金平跟宋楚瑜是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中间有盘根错节的关系 那这里面我们再来看看 马英九到了最后 被洪仲丘爸爸骂 骂叫君无戏言 君无戏言的结果造成这三个人之间的争斗 这个就是马英九的性格 所以 当他要扎马的 扎王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领略到了四个事 他第一个他必须要帮江仪化排除障碍 第二个他要帮李洪源也要排除障碍 那你第三个他要安抚吴伯雄 那第四个台中他要不要摆平 而这一些刚刚好四大公子 郝龙斌 吴志阳 朱立伦 那台中还有一个 台中的这一个是不是 是不是叫 廖辽宇 当然廖辽宇不能算是公子 还有一个不要忽略了 马英九本来相当器重他 因为贪污案的千类 卓伯源 卓伯源 所以我们可以看 在这里面 为什么连胜文呛马 朱为什么叹气 马为什么流泪 这里面真正的关键 就是说 他们对于这位共主 他越来越有私心 赶到不放心 而这个共主 要把国民党的所有的老臣 通通赶出去 因为除了2014还有2016 国民党所有的老臣都赶出去 那国民党怎么玩下去 他们认为说 马权力的焦虑 跟权力的不安 然后看这些老臣 还对他指指点点 所以他掌权的第一步 就是先杀王 第二个驱逐连胜文 那第三个就安抚 吴智阳 那第四个看你朱立伦 听不听话 第五个我看你好龙兵 要不要归附我 不然的话 你现在这么一讲 这几步棋 他不是已经全部都摆证出来了 不然的话 好 这些地方诸侯联合起来 马英九纵然 他有血滴子的话 各位想想看 他血滴子只有一个 他要抛出去 你要干掉七个人 那谁优先呢 我当然是把枢纽位置的老王先拔掉 然后我再去平定各路诸侯 毕竟这些地方诸侯的纽带 就是以王金平为首 所以马英九他为什么非要开闸王金平 除了权力不安全感 那更重要的 他要把这些老臣全部赶出去 他要光复他的马氏江山 马氏江山能够这样子宏大起来吗 想想看 各地方的诸侯是拱着你这个王起来的 但是你这只王呢 现在这个时候你落了眼泪 你落的眼泪是真心的眼泪吗 还是那政客虚伪的眼泪呢 马英九做的这样的行为 许多人好比说他像是一个东厂一样 可是你运用的东厂的监听的伎俩 现在其实台湾的许多政商界 都开始感到害怕了 是 立刚 其实监听在台湾真的是由来已久 1996年5月29号的时候 在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 开一个秘密会议 关起门来开 为什么要关起门来开 因为他们在公布一个 非常非常惊人的档案资料 什么资料呢 什么资料 就是国安局监听立委 160多个人 当时立委有160多个人 等一下 那时候把这样的资料 公布出来了吗 是 然后你知道他公布了 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在什么地方 这160几个立委 居然拥有超过1000个情人 160几个有1000个情人 岂不是说每一个立委就有10个 8到10个 这么多啊 而且你要考虑到里头有一些人 但是这些立委全部都被监听了 每一个都被监听了 所以这些立委自己看到这些资料都傻眼 很多人大家都不敢讲话 这样子公布的意义 对啊 这些立委会想 我平常在跟我的小三小四 我们在讲听话讲得很开心 讲得很开心 外面有人还在听 我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谁敢动我立委一根寒毛 结果你被国安局根本通通都录下来了 你自己还傻傻的不知道 但是国安局公布出来的目的为何 为何 其实 他是不是故意想要控制这些立法委员 当时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政治上的目的 这个我们就不清楚 可是呢 最近这个事情 柯建平这个事情一爆发 大家开始痛骂 特征组 你就是马英九的血滴子嘛 你就是 马英九如果是雍正皇帝 特征组就是血滴子啊 对啊 就是负责你来帮我斩杀我们这些人嘛 那大家更怕的一点是什么 是什么 我们平常在讲的这些 我跟 我如果有弊案被你抓到 我就认了 我跟这些小三小四讲的话 小八讲的话 被公布出来 那就不得了啦 当然理论上来说 管局因为基于职业道德 这些跟弊案也无关 理论上是不会公布的 可是问题是 他自己不公布 他要是丢给媒体呢 他要是找其他单位去整理呢 是啊 你受得了吗 对不对 这样所以最近 在立法委员这些助理啊 最后民意代表这些助理头 都流传了这样 我们老公啊 跟他外面两三个特助啊 最近都叫特别传话 为什么要叫他特别传话 因为你要去跟那些小三小四讲 你平常没事 就不要透过电话打来了 不要打电话 为什么 因为怕国安局监听吗 对 一监听 人家知道我小三小四 那马英九现在神经神经的 什么时候把我抓出来 我也不知道 那就难堪啦 你就不要害我啦 所以他们现在都不敢 用手机讲了 那敢用什么呢 敢用在电脑前面 慢慢打字 想要用传的 这样中比较安全嘛 不会被你监听的嘛 我跟你讲 有这种想法 我只能说 孩子你别傻 你其实用打字的 死得更快 打字死得更快 为什么 我们慢慢来解释 先从监听的分级开始 第一个 如果你是小咖级的立委 不好意思 你这个训掉了 只有一个单位监听你 只有一个单位会监听 所以如果 只有一个单位监听 你真的很训 你这样回去好好检讨 因为你太小咖了 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好听 鑽石级的立委 至少六个单位监听你 不得了 是啊 多起来了 就是显示你的身份地位 对啊 那如果你是那种 常常跑到大陆去 跟对岸没哀眼去的 常常游走两岸之间的呢 那不好意思 是动用到国安层级的监听 这个层级更高 是 因为要随时 看你我们在出卖台湾啊 还是你跟对外 又谈了什么价码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要小心 我觉得这种监听是对的 但是前面这些监听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个就很奇怪了 你有必要这样去监听他吗 怕他们把一些秘密 讲出来吗 他们到底是犯了什么弊案吗 你有必要去做这种事情吗 不是很奇怪吗 但这摆明就是一个政治监控了 是 那我们再来让大家看看 其实监听的有多可怕 过去呢 就是很多年 不管多少年以前 曾经台湾有一个年度 一年光监听的案件 有八万八千件 这么多啊 八万八千件 发现数有六十点八万 台湾当时总户数也 差不多三四百万 结果就有六十点八万 你有六十点八万 是电话被监听 你看台湾有 多高比例的人家里 是被监听的 你自己都不知道 而且在那个时候 还没有什么手机 对啊 你没有什么其他的通讯方式 对啊 都是一般办公室电话 要不家里电话 你看这个政府 其实掌握了多少人民的生活秘密 然后呢 到2007年 新的法案通过之后 2008年呢 监听案件 减少了 一点五万 然后挂现数也剩六万 看起来减少了 看起来好像不多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 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啊 真实的数字是什么 其实谁知道 什么 是只是官方公布的 当然 所以表示说 这隐藏的里面 还有一些数字在 是 立刚你主持 许文龙俊峰这么久了 你主持这么久了 你到现在你还会轻易 相信官方公布的资料吗 难不成 我们大家多少都会有点怀疑 难不成 我们这边 我相信张有华一定被监听的 是啊 有华哥搞不好就是被监听 那监听的对象是什么呢 第一个 逃兵犯 家中的电话 这个当然 必然的 那重要冲击犯 这也不用讲 国内重要传播界的主管 也就是我们中间电视台的主管 可能都被监听 那有可能 是 那重要路线记者 当然像有华哥 干哥 众博哥 都是有机会的 那现市议员旗以上明代 反正就是地方明代 这些立委 不用讲 那被你这么讲 那我还不敢打电话 给这个江中博了 我们平常最好少的电话联络 打给他 大家都可能会出事 很多事情 除处的时间 就被人家监听到 然后你看政务官 他自己的政务官 他也来监听 太夸张了 中将以上的将官 什么 连将官都要监听啊 不好意思 陈吉太帝玩冷的听听 那奇怪 沈威智当时发生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监听到呢 因为他少将 不好意思 陈吉不够 对 所以你看 军火商 这当然要 特定政军文化 学术界的政议人物 所以学界他也监听 学界也监听 社团主要负责人 政党主要负责人 在野党 反对党 中后势力 这当然不用讲 这些全部 都是你的政议内向 都被他监听了 所以一枉打尽 那我刚刚就 现在有人想说 用电脑打字传走 没问题吧 你完全错误 为什么 因为其实 有三间 不是只有监听而已 监听只是最基本的 因为现在科技日益发达 我网路上 我要监视你 对不对 所以我平常 我可能用监看的方式 不管是在网路上 或者用实地的上去监看 我会透过电脑连线 我侵入你的电脑 去看你的东西 然后我在 直接侵入你的电脑 所以你电脑里面 打什么东西 全部都被人家看了 所以你在电脑 打了字越多 你就死得越快 这不是看起来像电影情节 其实我跟你讲 现在整个天罗地网都布下 你只要跟电子 任何电子仪器有接触 不好意思 你的秘密 国家就永远掌握在手中了 想想看 所有的秘密 可能都掌握在 国家的情治单位手中 而这情治单位的头是谁呢 马英九 所以马英九 拥有所有的资源 马英九 所有拥有的监听的东西 马英九拥有 所有可以宰杀 所有下面的人的 一个刀 而这把刀 砍下去了 砍了是谁 砍的就是王金平 但是马英九 在第一次开记者会的时候 我们中天 新闻弄决方 独家得到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是什么呢 我跟各位讲 今天马英九 八点半就出来开记者会 怎么样 是怎样 你一夜都不睡的 昨天的早上八点半就开记者会 还是你以前平常就很习惯 八点半出来开记者会 不觉得很不寻常吗 是啊 原来是因为 马金幕僚已经得到了消息 就是 可能 当天九点半 考记会不会贯彻碎眼熊猫 马主席的意志 等一下 马主席的意志 考记会可能不会贯彻 所以熊猫要睁开眼 所以熊猫一早八点半 就开个记者会 要虎牧原真八点半 开着记者会 告诉你 我马英九心意已决 至少我的红线就是 撤销王金平的档级 他在记者会不就讲了吗 至少要撤销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考记会九点半开会之前 马英九八点半开的记者会 就是对那些考记委员会说 你给我听着 我是党主席 老子我怎么说 你就给我怎么做 要不然你们这些家伙别在这边混 那你一定就好奇了 为什么马金幕僚会认为考记会 可能会不听话 可能不会完成他这条红线呢 原来考记会是国民党里头的什么单位 是个什么热血单位 打手单位吗 前线单位 不是 他是个冷牙门 什么 是冷牙门 里面都是学者 然后有主委 有副主委 有十几位的考记委员 而这些考记委员都是一些退休的法官 表示说他们党里面的资历都很深了 对 那这些人呢 就是他不是什么平常打手级的人物 那他们这些人呢 在这边就是个冷牙门 但是他们都是谁的人 谁的 既然我刚讲的都是一些退休人士的话 王金平 连赞 连赞 乌伯雄 原来都是四大家族 回到四大家族了是不是 那你这些人会不会听话 连赞以前干过主席吗 有一个考记委员叫朱凤芝 你敢有听过吗 朱凤芝 朱凤芝 他跟王金平很好 就已经放话 他不出席考记会了 结果他出席没 他果真没出席 有好几个说是出国或者有事 好啦那我问你当马金幕僚得知原来考记会里头的人可能都是这些我讲的连的吴的甚至王的 我之前不就已经在我们龙卷风live的时候告诉你吗 连主委黄昭元都被人家说是谁的人 吴伯雄 吴伯雄的人 对不对 好啦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 不是只有八点半就要打起精神 跑步带杀声开机成为而已 是你在八点半之前 甚至连夜半夜就得要一一的疏通 软硬兼施 而且在考记会开会的时候 那时候正在开着王金平的去留问题的时候 听说还放了马英九总统讲的话 还有马英九是不是全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作证都没有离开 我就是要你考记会绝对贯彻我的指令 你不要一丝一毫给我偏差 否则你让我这个主席的面子难堪 你们这些考记会也别想待下去了 结果你看看这个党政高层跟我们龙卷风制作单位的爆料准不准 现在全部议业不止准 还有就是他还告诉我们 这些考记委员他们不管是被摸了头还是被软硬兼施 总之一句话他们就也刚刚好就只是撤销 他不是开除王金平 开除就永远不能回来 撤销 两年后还可以回来 因为马主席说我的底线就是至少要撤销 那我就做到撤销 好 他们也没有轻轻放下 轻轻放下应该是什么 停权 要不然就是什么 不处分嘛 对不对 我告诉你 爆料还讲了 这些立委表面上可能去接津也好 可能去在一步逼说马英九你封了也好 但是他们料准了 这些亲王的立委绝对不会倒戈 因为他们脱不了国民党这个奶水 他们最后选举想要选立委 还是得靠马英九的主席 马英九他现在这个时候 他算准了这些立法委员得靠我这个奶水 我的奶水把你断了 你这些立法委员没有一个可以活得下去 所以跑 你试试看 你跑了你就别想给我回来 可是你注意到 这黄世民他现在用的这个伎俩 有没有觉得好像当年的夜色帽 对陈水扁报告的时候场景 一模一样的翻版 来 如处一册 为什么 各位观众还记得吗 8月31号晚上 就是高检署的警察官李秀涛 被特征组准备约谈 说你明天来 干嘛 不干嘛 什么都不告诉你 不告诉他 李秀涛好急 等不到明天 他觉得心里面一定有事情 只是不知是啥事 叫了一部小黄 马上就冲到特征组去了 因为他想要当天晚上就知道 结果特征组警察官 让他进来的时候 你知道因为下大雨 你知道8月31号晚上 下大雨全身淋湿了 他穿短裤短袖 很冷 你很冷是吧 冷气调得更冷 什么 营造那种疏杀的气氛 让他觉得心里面更寒了 更寒心 更害怕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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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就是严重失职 好 是谁叫你不要上诉的啊 我拒答 拒答 拒答 拒绝证言 送工程会 接下来我要测你的谎 他被吓的 好吧 好吧 他心想完了 原来就是柯建民这个案子 原来就是这个案子不上诉 出了大包了 对 他的长官就是高检署检察长 陈守皇 对不对 他怎么办呢 不能拒答了 就说好 检察长有建议我 不要上诉 但是 但是 他是告诉我说 如果你也认为 心政无罪的话 不要坚持上诉 好 可是我告诉你 拒绝组只要他前面那句话 就够了 后面那一句 根本不要 也就是说 陈守皇 有建议他不要上诉 这一句话就够了 你知道吗 这一句话就是关键字了 对 只要有这一句话 黄世民拿到了这份资料呢 这就是重点了 黄世民得到特征组的 这一句话之后 我告诉你 他马上 马上带着笔录 各位观众 带着笔录 我跟你讲 8月31号晚上半夜三更 马上夜奔 总统官邸 等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他晚上的时候就直接直奔总统官邸了 马上从最高检察署跑到总统官邸去 中心寓所 他去跟马英九面报了 没错 而且他竟然没有叫自己的司机 等一下 他怎么去 他 我告诉你 他为什么不叫司机 他不是自己有坐车吗 有自己的司机 首长都有对不对 对啊 部长有 检察总长 黄世民 当然有对不对 是啊 不能叫自己司机 自己司机不是自己人吗 那你就错了 你看这些人 那开车直接自己司机在开 我告诉你这些人都是县民啊 等一下 你意思说我在开车 你在开车 你听到的东西都会成为育后的呈堂证供 你要小心啊 我听到了 原来你背后讲的这些话 我马上就打电话去跟我的组织报告 这些司机可不是你的家臣啊 原来这些司机背后还有组织在的啊 你知道有多少秘密的情知 都是我们这些 空爱问奖团 泄露出去的吗 很厉害 很厉害 他唯一能信任的是什么 谁 他手下的检察官 比如说这个陈检察官 晚上还在值班 陈检 你送我去 那陈检马上就开始开车去了 陈检说长官指示 亲自开啊 对 亲自开车 载他到中心寓所去 至少陈检不会出卖他 可是这个陈检察官开的车 他不觉得说我跑到中心寓所了 很奇怪吗 非常奇怪 是啊 更奇怪的是 竹竹在里面待了一个小时 傻瓜也看得出来 但是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那位开车的检察官 绝对不会说出去 是中心的吧 对不对 对 好 进去了以后 你知道吗 黄世民讲的口墨横飞 说刚刚林秀 涛检察官是怎么讲的 我们有什么证词 还有我们的录音带 什么什么 马总统的脸 从开始一听到震怒拍桌 然后变成什么 变成面色凝重 变成什么 眉头伸索 表情十分丰富 这个都是有案可及的 不是我们在这边编的 你这么讲法的话 表示说马英九心里面有所在算计 这部棋被我抓到了 我这部棋该要怎么下 后面我怎么样可以 将军 对 将军 我最讨厌的敌人 王金平 好 那你去想想看 推回来想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发财不至于 但是今天一定有升官的想法 你的意思说 他是求这个吗 是吧 你今天如果说 我今天请问你一下 请问检察总长 有什么义务 当天刮台风 下大雨 你竟然不辞劳苦 那时候那天是干嘛 基隆不是有个石头 掉下来差点砸了一部车 我们不是讲过吗 几十顿的那个石头 有没有 多可怕的一个台风夜 他不辞辛劳 要去 具细迷移的报告 但是你想到一件事情没 他跟了马总统报告之后 整件事情 马总统如果说 事情处理得顺利的话 他身乖 不成问题 不成问题 互主 有没有功 有功啊 第一大功 你以后去想想看 会怎么样的报答他 听起来 像不像 2007年 还记不记得 这是谁 前调查局长 叶胜茂 他也算是一个悲剧人物 好 你说两个案子 为什么有一许同工资票 因为2007年底 他就拿到了什么 爱格蒙洗钱防治 组织的 在加拿大的 那个组织的情报 别人洗钱的资料 别人洗钱 那个洗钱 爱格蒙情字一拿来一看 别人少洗钱的 上面写了人家的 吴淑珍 是不是 请调查 他在瑞士银行的一些 莫名其妙的一些资金往来 别人少的洗钱资料拿到手 那爱格蒙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他只知道这是总统夫人 请问你们的总统夫人 不知道摆这些钱在这边 干什么 进出平凡 哇 瘟�ihn身帽 你这只属于各个地方的检查组 他的直属的上级 就是检查机关 检查长 那这上面最高的是谁 检查总长 陈聰明 那他陈上去 给陈聰明了 没有 带回家 什么 带回家 带回家 带回家干什么 带回家 知道有一天 这个可以拿来 腰功 腰功 沒有馬上講 一直到2008年 就隔年 年前 準備要過年的時候 遇到阿扁的時候 你的意思是說 那份公文放在他的抽屜裡面 放了一年的時間了 放了將近也有好多個月 還不到一年 就一直放著 他把這件公文壓在那邊 就壓著 他的目的只為了 要給陳水扁看 他不能刻意去 你懂嗎 他刻意去 人家會講 對 後來等到一個特別的機會 大家都去的時候 特別私底下 見了阿扁 就交給阿扁 阿扁一看 完全沒有表情 阿扁說 這個謝謝什麼 因為這個錢 是選舉要用的金會 所以你不要跟外面的人講 這是秘密 總之阿扁謝謝你 就這樣 這件事情就雲淡風輕了 他在他的眼裡 就完全變了一個人 你知道嗎 你的意思是說 他互足有功了 互足有功 如果今天艾格蒙這件事情 沒有砰的話 今天他的官位 完全不可以伎量啊 那你這麼說法的話 王世民跟葉社帽 豈不是同一個心態 你不覺得是 異曲同工了嗎 異曲同工之妙 想想看 用的方法 用的伎量是這樣子 同樣的效果 只是時空背景呢 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注意喔 馬英九 他把王金平鬥倒了 你覺得只是馬英九自己本身就有這樣的權謀嗎 其實背後還有一個藏鏡人呢 哪一個藏鏡人 究竟是誰 我們現在看 很多人都講 從8月31號到9月11號 有滅亡五人主 我現在跟各位講 曾永泉跟吳敦義兩個 好 跑腿的而已 什麼 這兩個是跑腿的 曾正 他第一個 這兩個還不是決策者喔 對 第一個 馬英九真正 征詢的對象 除了江一華 以外 羅志強 應該算是一個 他的重要性超過了吳敦義 還有一個 羅志強 黃金護法 對呀 大家都還認為說 這個應該是金府衝 事實上經我查證的結果 這個人是曾經擔任過大法官 是馬英九的老師 他姓吳 政治問題 法律化 這個人的位階很高 對 他是政治問題 法律化 為什麼他會給馬英九 提供法律方面的意見 說要用什麼方式來處理王金平 就是他 所以 再加上一個金府衝 應該是滅亡七人小組的分工 那真正來講 分工 他去說服黨籍立委 就好比說 你的意思說 是這個人去說服黨籍立委 曾永全 曾永全去說服 對 他提供的全部都是法律意見 所以這個人主要是提供 是法律方面的意見 對 他也承認擔任大法官 台大教授 他也是馬英九的老師 他究竟是誰 就是大法官 這個人姓吳 我還代查 曾永全 各位曉不曉得 他只是負責传話 王金平回來 不是有十二個立委 去那個機場接他嗎 是啊 對不對 你曉不曉得 曾永全一個一個打了電話 結果你知道 他們都事先向曾永全 跟馬英九報備 他說礙於人情壓力 我們必須要到機場去 請主席諒解 什麼什麼什麼 十二個立委跑去了機場 結果最後都是跟馬英九這邊 對 請抱歉 我們是礙於人情 先報備了才去的 對 那你的羅志強 就是專門 擔任馬英九的 雙金赴法 他 就是說 誰要指引馬英九 由他提供法律意見 羅志強 好 開始反駁 那將一話就不用講 自始至終都參與其中 那吳敦義是什麼角色 各位曉不曉得 吳敦義跟這個 王金平關係也不錯啊 對 對啊 那吳敦義 報紙刊載 他幫 好 王金平講話 結果馬英九把他叫了進去 起先什麼話都不講 他就是說 你擔任過葛魁 你也擔任過黨的秘書長 你問 王金平 他能夠影響幾席立委 吳敦義親自書寫出來的是九席 他說 我忍他忍了三天 影響力才這麼一點 馬英九問了吳敦義 所以那天當馬英九在發表聲明 譴責王金平 他面色泥重 各位看一下 那江儀化呢 就是 氣定神賢 他敢出面去批駁 立法院的龍頭 他是行政院 然後他對立法院說三道四 是誰給他這個權利 難不成是馬英九 就是馬英九 況且這一些都是經過精心的佈局 精心佈局的結果 他有一個滅亡計畫就成形 所以你看馬英九從8月31號到9月11號 算無疑策 除了算無疑策以外 你更重要的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連勝文當連戰他跳出來 不要羞辱國會議長的時候 羅志強他馬上 他羞辱的是司法 就勸連戰不要管 然後馬英九又主動的發布新聞說 APEC的特使人選 他已經事先告訴連戰 是連戰自己不要的 結果你知不知道 他只是跟連戰說 這一次我不想偏勞你 因為您年紀大了 他馬上一通電話打給了伯公 好 他說我決心要派肖萬常 換一個德高望重的人 肖萬常 肖萬常德高望重 肖萬常以前是連戰的副手 肖萬常什麼時候變德高望重了 對身份地位都超過連戰 結果吳伯公問他是誰 他說他是連的副手 你自己想想清楚 就是說這一些全部都是事後告知 所以馬英九在推動這七人小組滅亡計劃的時候 他也把吳伯公 他也把林盛文 他也把吳敦義 他也把王金平全部都算計在內 如果吳敦義那你不配合的話 對不起 2016或者2014的黨主席到2016沒有你的份 所以他用這種方式去把黨內的精英跟黨內的元老一網打進 我們可以看出滅亡五人小組的分工揭秘應該七人 好這個人你想不想知道是誰 我可以告訴各位 就是台大教授吳庚 原來是台大教授吳庚在背後給馬英九法律上面的資源 另外看到沒七人小組 我們今天新聞龍捲風獨家呈現給大家了 就是這七個人 七個人在那小小的密室裡面決定了一切 但是這七個人裡面其中有一個 今天下午辭職了 誰呢 羅志強 為什麼羅志強要辭職 羅志強其實辭職 中間還暗藏了一個大的玄機在其中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